食道癌的手术方险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这个是有个包括麻醉的意外 因为食道癌的手术是需要做全身麻醉的 全身麻醉的 麻醉本身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意外的可能性的 第二方面就是因为食道癌的损伤比较大 对于重要脏器 心脑 大血管 这些方面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比如说突发一些心梗 脑梗 脑出血 或者一些静脉血栓形成 这些意外如果发生都是有可能造成死亡的 第三方面的意外就是一个术中一个大出血的风险 因为食道的解剖结构上 紧邻的都是身体人身的一级大动脉大静脉 如果树中出现大出血 也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因为肿瘤的寝食破裂造成出血 这个往往都需要一些循环 就是体外循环的配合大量输血 是一种很复杂的情况 严重的时候会造成患者死亡 因为食道所处的解剖位置和肿瘤的位置 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为了切除彻底 也有可能造成肿瘤周围的一些神经和组织损伤 这些神经组织损伤以后 也会引起一些相应的症状 第五方面 就是如果当肿瘤或者病变 侵犯比较重要的脏器血管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手术无法进行 有可能会放弃手术 或者是缩小手术的方式 这也是如果做食道癌手术 必须要承担的一个风险 食道癌术后 也同样存在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 我们说为手术期 为手术期还是存在发生这个可能性的 包括手术的造成的创伤 在术后因为一些外在因素 也有可能造成出血 另外对于肿瘤来说 尤其食道癌来说 术后也存在复发转移这些的概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